今天我们来聊聊肺癌 这个沉默的杀手 许多人以为肺癌会突然降临 其实不然 肺癌并非毫无征兆 它的发生往往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从一个微小的病变 演变到无法控制 可能经历数年 甚至数十年的潜伏期 在所有癌症当中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常年居高不下 在我们国家 肺癌更是位居恶性肿瘤发病 和死亡的首位 每年约有七八十万人新患肺癌 造成六十多万人因病去世 这样庞大的数字背后 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悲痛 但我们必须强调 肺癌并非毫无征兆 在漫长的癌变过程中 我们的身体 其实会发出一些 微弱的求救信号 只是常常被忽视了 尤其是在万籁聚集的深夜 当我们沉睡之时 如果身体出现某些异常现象 那很可能就是肺部在喊救命 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睡觉时身体若有三种怪象 可能是肺部在向你求救 再不注意就晚了 肺是人体的重要呼吸器官 被称为滑钙 位居胸腔最高处 覆盖着心脏等脏器 由于与外界空气直接相通 肺部很容易受到有害物质的侵袭 吸烟 空气污染 厨房油烟 植叶粉尘 放射性气体 颅冬 暴露等 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损伤肺脏细胞 埋下癌变的种子 但肺癌的发生并非一朝一夕 从致癌因子持续作用 到细胞基因突变 再到发展成恶性肿瘤 往往需要漫长的岁月 在这段过程中 人体也并非束手就勤 免疫系统一直在与癌前病变斗争 试图将其消灭于无形 因此肺癌早期 往往没有明显症状 表面上身体风平浪静 其实暗中已经波涛汹涌 只可惜 很多人没有察觉 这些细微的变化 等到咳血 胸痛等明显症状出现 再去检查时 往往癌细胞已经扩散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那么有哪些信号 是在悄悄提醒我们肺部出了问题呢 民间有一句话叫 肺部有癌 睡眠先知 意思是 肺癌患者的睡眠质量 往往会发生改变 一些夜间出现的怪异现象 可能就是肺在向我们发出预警 医学研究也发现 相当一部分肺癌患者 在病发早期就出现了睡眠障碍 有统计显示 高达七成以上的肺癌患者 存在睡眠相关问题 常见表现为入睡困难 睡眠中频繁惊醒 多梦以及深度睡眠时间缩短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睡觉时身体出现的三种异常现象 这三大夜间红色警报 可能是肺部在喊救命 第一种怪象就是 夜间反复的剧烈咳嗽和难以入睡 咳嗽是肺部疾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很多肺癌患者在早期就出现奇怪的夜间咳嗽 想象一下半夜三更周围一片寂静 你却被一阵阵干咳嗆醒 喉咙仿佛被撒了胡椒粉般发痒 刺激的你不停咳嗽 你以为自己只是着凉感冒 于是起身喝水 吃点止咳药 但咳嗽丝毫没有缓解 反而一躺下又开始发作 这种顽固性的干咳 在白天可能并不明显 或者仅仅是轻微的呛咳 可一到夜深人静就变得格外严重 甚至让人整夜难眠 如果你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突然醒来猛烈咳嗽 那就要特别当心了 这很可能是肺部病变的早期信号 为什么肺癌会引起夜间咳嗽加重呢 原因在于当肺部长出肿瘤 哪怕只有黄豆或花生米大小 也可能对肢气管黏膜造成刺激 白天我们活动时 神经系统兴奋 对轻微刺激的感受较顿 而夜晚交感神经趋于平静 气道反而更敏感 如果肺部有肿瘤或慢性炎症 夜间平躺时分泌物不易排出 加上姿势改变 使横隔膜抬高 肺部活动范围变小 就更容易引发咳嗽 而且肿瘤细胞释放的某些炎性因子 也可能在夜间积聚 刺激咳嗽感受器 结果就是患者一躺下 喉头便发痒干涉 一阵接一阵地干咳 有时咳嗽剧烈到胸腔隐隐作痛 甚至喘不过气 不得不起身坐起来透气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夜间顽固咳嗽 不同于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 一般感冒或支气管炎导致的咳嗽多数带有痰液 且随着病情好转会逐渐减轻 而肺癌引起的咳嗽通常是干咳或少痰的刺激性咳嗽 持续时间较长 吃消炎药和止咳药往往无效 如果咳嗽超过两周人不见好转 特别是痰中带血湿 或伴随声音嘶哑等情况 就绝不能掉以轻心 务必要到医院做详细的肺部检查 临床上有不少病例令人惋惜 一些患者确诊肺癌时已是晚期 他们回忆早在几个月前就经常夜里可醒 但碍于工作忙碌或侥幸心理 一直没有深入检查 结果错过了宝贵的预警信号 毕竟早期发现肺部异常并及时干预 才能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 第二种怪象是夜间胸口闷痛 半夜感到窒息般惊醒 有人夜里正睡得迷迷糊糊 却突然从梦中惊起 只觉得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沉重而隐隐作痛 还伴随着强烈的窒息感 好像呼吸通道被无形的大手紧紧掐住了一样 他大口大口的喘气 心想自己是不是做了噩梦 然而这种胸闷胸痛并非幻觉 而是肺部在发出求救信号 肺癌患者的胸痛在早期可能表现为 间歇性的轻微隐痛 很多人起初以为是劳累或姿势不当 导致的胸壁肌肉疼痛 休息一下就缓解了 然而随着肿瘤逐渐长大 特别是当癌细胞侵袭到胸膜 肋骨或附近神经时 胸痛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常常是白天感觉尚渴 一到夜晚平躺时疼痛加剧 有时还会扩散放射到肩膀 后背或颈部 导致睡眠中途痛醒 例如肺肩部的肿瘤 又称潘科斯特肿瘤 压迫壁虫神经时 病人肩膀和手臂会出现疼痛和麻木 一开始往往被当作颈椎病或肩周炎来治疗 结果延误了对肺部的进一步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 引起胸痛的原因很多 不一定就是肺癌 例如心脏疾病 如心脚痛 心肌梗塞 也会引起剧烈胸痛 但心脏缺血导致的疼痛 通常发生在白天 劳动或运动时 患者会感到胸口紧缩疼痛 需要停下手头的事休息 而肺部肿瘤 或重隔肿瘤压迫 引起的胸痛 则更常在夜间禁息时出现或加重 再比如 严重的胃食道逆流 也可能让人夜里觉得胸口灼痛 但那种痛多半伴随明显的胃酸返流 不属于闷痛范畴 因此 如果你是在躺下休息时 胸口闷痛难忍 经常半夜痛醒 甚至出现呼吸困难 冒冷汗的情况 就应该高度怀疑肺部出了问题 有些肺癌患者 在后半夜还会反复出现喘息和气触 总觉得怎么呼吸都吸不够痒 那是因为肺部气体交换功能 已经受到肿瘤影响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凌晨三点到五点 是肺筋 当令之时 正常人应熟睡 且呼吸平顺 如果总是在这个时段 因胸闷或咳嗽而醒来 传统说法认为是肺气不足 换言之 肺脏可能有虚损或阻滞 才会在他本该休养生息的时刻 闹出动静 无论中西医 反复的夜间凶梦窒息 都是一个危险信号 提示我们肺和心脏的供养功能出了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仅仅以为是最近工作太累 或者天气不好导致 然后一拖再拖 要知道 癌症疼痛往往呈进行性加重 早期或许隐隐作痛还能忍受 但一旦疼痛加剧并频繁影响睡眠 往往说明病灶在扩大恶化 如果及时就医检查 比如拍个胸部X光片 或做低剂量肺部CT 也许就能及早发现肺部的阴影或肿块 从而赢得宝贵的治疗时间 第三种怪象是睡梦中的异常 出汗和莫名心慌 多梦惊醒宛如经历一场恶梦 有些人晚上睡觉 经常满身大汗的醒来 衣服和枕巾都被冷汗尽湿 同时心跳快得像小鹿乱撞 整个人处于一种惊恐不安的状态 回想刚才的梦境 可能是一片混乱可怕的场景 梦中自己在拼命奔跑或呼喊求救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 为什么肺部的问题会让人做噩梦 出冷汗心悸惊醒呢 其实这背后的机制并不复杂 当肺部功能受损 呼吸换气能力下降 夜间容易出现缺氧状态 血液中氧气不足 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会刺激大脑的呼吸中枢 使人从睡梦中惊醒 就像身体里有个警报器在拉响似的 不断提醒我们 体内严重缺氧 必须立刻醒来 大脑在缺氧条件下 也容易产生混乱的信号 引发噩梦连连 同时低氧环境和癌细胞释放的某些物质 会引发胶感神经兴奋 导致肾上腺素飙升 结果就是心跳加速 血压上升 身体开始大量出汗 以调节体温 许多癌症患者在疾病进展过程中 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低烧 尤其是夜晚体温略高 随之而来的就是夜间倒汗 醒来时后背和胸前已被汗水浸透 仿佛大病初愈般虚弱 这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与癌细胞 暗战的结果 免疫细胞日夜与肿瘤周旋 到了夜里交战更为激烈 使得身体自我调节体温的机制出现波动 一方面我们会反复经历莫名的发热与倒汗 另一方面心脏也因胶感神经长期紧绷 而心率加快 让人半夜突然心慌意乱的惊醒 中医也有肺主皮毛的说法 意思是肺气的肾衰 影响着毛孔的开合和出汗的状况 当肺气虚弱 胃外不顾时 人体就容易动辄汗出 白天稍微一动就出虚汗 夜晚入睡后则可能倒汗不止 由此可见 夜里出汗异常 正是肺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明显感染的情况下 经常半夜出现冷汗淋漓 心跳加速 甚至伴随胸闷气短的感觉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肺部出了问题 这种情况在更年期女性身上也可能发生 但多半与内分泌波动有关 而若是男性或非更年期人士 身体无故在夜里频繁冒汗 心悸惊醒 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压力或疲劳 一旦上述三种夜间怪象 有两种以上同时出现 几乎可以肯定 肺部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 切勿心存侥幸的置之不理 因为拖延只会让癌细胞有更多可乘之机 除了睡觉时的这三大异常外 肺癌早期 还有一些其他征兆值得留意 例如不明原因的体重骤减 就要警惕是否癌症在暗中消耗身体 再比如声音施哑 当肺部的肿瘤围压到控制声带的喉反神经时 患者的声音可能变得低沉沙哑 这往往是肺肩部肿瘤的信号 持续的疲劳乏力也是一个警讯 癌细胞大量掠夺营养并释放毒素 会令人体出现莫名的疲惫感 怎么休息都缓解不了 还有些患者会表现出食欲减退 吞咽不适或反复低烧等现象 此外 部分患者的手指末节还可能逐渐膨大变形 指甲表面拱起 形成所谓的楚状指 这是肺部慢性病变导致末梢循环改变的一种体征 当然 单独看这些症状 没有一项是肺癌所特有的 都可能由其他疾病引起 因此很容易被忽视或误判 只有将这些蛛丝马迹综合考量 再结合夜间的那些异常表现 才能勾勒出肺癌可能降临的轮廓 此时也许有人会问 出现了以上症状是不是就意味着得了肺癌 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们强调这些是为了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但并不是要大家过度恐慌 因为引起夜间咳嗽 胸痛 倒汗 心剂的原因的确有很多 可能是哮喘发作 慢性阻塞性肺病 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针 结合等感染性疾病 心脏病 甲状腺功能抗进 甚至可能仅仅是压力太大所致的 睡眠不佳等等 这些疾病也需要及时治疗 但相较肺癌 它们的治疗方式和紧迫性有所不同 如果您恰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 比如年过五十 有长期吸烟室 家庭中有亲属成患肺癌 或者长期暴露在粉尘 食棉等致癌环境 那么对上述信号就更要格外敏感 一旦出现 务必及时就医检查 切莫心存侥幸 即使平日自觉健康 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人 也建议定期体检时 主动增加肺部检查 特别是有多年咽咽的人 每年最好做一次 低剂量螺旋CT筛查 这是目前发现早期肺癌 非常有效的手段 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 早发现 早治疗呢 因为肺癌的愈后 和发现时的分歧密切相关 早期肺癌如果及时手术切除 五年生存率可超过八成 甚至有机会治愈 晚期肺癌由于癌细胞 以广泛转移 治疗非常困难 五年生存率可能不到一成 临床上太多悲剧都是因患者忽视的初期警讯 等确诊时已错过黄金治疗时机 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这样的遗憾 所以才再三提醒大家 关注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 尤其在夜深人禁时 那些不寻常的变化 因为那很可能就是疾病敲响的警钟 除了及早发现和治疗 预防肺癌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保护自己的肺 首先是远离烟草 不抽烟更不沾二手烟 这是给肺部最好的礼物 香烟中的胶油 尼古丁以及数百种有害化学物质 会直接损伤支气管和肺泡 令肺组织反复处于炎症状态 为癌变创造温床 有研究显示 一个长期吸烟的人 罹患肺癌的风险 是从不吸烟者的数倍以上 而戒烟几年后 这种风险就会明显下降 第二 注意保持空气清洁 空气污染与肺癌的发病率密切相关 在雾霾天气或粉尘环境中 要佩戴防护口罩 减少脏空气吸入肺部 家庭主妇们也要留意 厨房油烟的危害 炒菜时务必开启抽油烟机 并保持通风 尽量避免长时间 高温油炸产生的油烟 研究表明 厨房油烟中含有强致癌物本病皮 长期深受油烟熏染的人 肺癌风险比常人增加数倍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 我们居住的环境中 可能潜藏着隐形杀手 冬是一种存在于土壤和建材中的 放射性气体 无色无味 但对肺部急剧威胁 长期居住在通风不良的 一楼或地下室 要考虑定期检测冬浓度 并加强通风 以免其积聚 第三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和均衡的饮食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和抗氧化营养 能增强免疫力 提升肺脏对抗 有害因素的能力 适当进行有氧运动 比如快走 游泳 太极拳等 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 促进肺部的血液循环和粘液排出 对于从事矿山 化工等高风险行业的工作者 务必要遵守安全规范 佩戴好防护装备 减少致癌物吸入 定期体检 也是预防的关键一步 特别是肺部的低剂量CT检查 可以发现很多X光片 无法察觉的微小病灶 在癌变早期 就将其救出 民间常说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气补 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食品被认为 对肺有滋养保护作用 平时可以适当多摄取 比如银额雪梨汤 滋阴润肺 止咳化痰 特别适合秋冬干燥季节食用 白萝卜炖羊肉汤 既可增加热量 驱散寒气 又能润肺液气 帮助改善冬季容易出现的 呼吸道不适 还有百合 枇杷 蜂蜜等 也是传统中医眼中 润肺养肺的佳品 我们不妨将这些天然食材 融入日常饮食 润物细无声地 呵护肺部的健康 同时要保持规律作息 充足睡眠和开朗的心态 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 却能够实实在在地提升免疫力 让身体少生病 总而言之 肺癌并不是毫无预兆的厄运 而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 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的身体其实很诚实 任何异常的出现 都不会毫无缘由 当你在夜深人静时 出现了本文提到的三种怪象 千万不要忽视 那是你的肺在向你呼喊救命 此时及时采取行动 比什么都重要 尽快去医院做检查 找出问题根源 如果真的发现了早期病变 也不必过于恐惧 如今医疗技术发达 早期肺癌是有可能治愈的 如果检查结果排除了气质性疾病 那更好 但也别忘了从今往后继续保持警惕 改掉伤肺的习惯 好好保养你的肺 请记住 肺就像生命之术的根系 根深才能夜冒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肺部健康 远离肺癌威胁 别等病魔降临才追悔莫及 健康的生活方式 加上流心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就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最佳态度 让我们都能自由顺畅的呼吸 每一天都拥有健康的生活